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健康跟我来 现在人见面的时候 不是只有说你好吗 会说你昨晚睡得好吗 因为现在人工作忙碌 然后社会步调很快 然后再加上用脑过度 压力又大 当然失眠的原因有很多种 但我们怎么样可以从饮食 跟生活习惯去调整呢 今天我们的健康管理师 王雪梅老师 还有我们的好朋友 西马三三老师 以及我们的大厨师 蔡长志会教我们怎么样 在饮食上面做调整 让你一觉睡到全亮 我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你看这个看起来 好像很多的汁 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司马三三老师做的 虚虚如生 谢谢 好棒 她已经做到这样的境界了 所以我刚刚叫她 司马三三老师 因为她现在在学校教 在这儿大教人家做这个 好棒 在图书馆还有学校 教 所以她要排很多的课程 所以她会失眠 对 常常要想很多课程 因为每一堂课 都要有一个东西出来 所以几乎 而且我有两个地方在教 所以用脑过度 会造成晚上睡不安稳 对 像我昨天来 我想说我做了十点给你 对 因为在想我下次来 我到底要送你什么 就 就开始烦恼了 不好意思 对啊 怎么办 就是说这次送到这个 我已经真的是爱到不行 上次给我的猫头音 我还摆在电视机前面 每天看 这次又拿这个 真的很了不起 很棒 但是原来她教课这么的辛苦 要让课程不重复 对 不重复 所以用脑过度失火 然后要多变化 失眠 常常会火气上升 是啊 因为失眠不好 就会火气上升 所以今天要学料理 从这料理当中 可以来改善 对不对 太棒了 等一下你要学 等一下你要尽量问问题 那有什么问题 我这个失眠困扰我太久了 你看这两个都让你好好的问 好好的 挖宝 谢谢 那你等一下教我们 司马三站老师做什么料理 好 我就来示范这道菜 是来帮助我们的来宾 来解他们失眠的问题 好耶 对 这一道叫做什么 香蕉养生饭 对 香蕉叫养生饭 对 那我们一样是 完全不加任何调味料 就用天然的它的香甜度 甘度来提升它的甜度 好耶 大叔 你刚刚说什么 香蕉什么 养生饭 养生 对 养生种 香蕉去做的养生饭 对 很好奇 你好好学 下一次我可以教学生吗 你看这 我都看你讲 你老公回来煮给他 他吃 他老公应该也常常用脑袋 他吃 因为做节目 对 违心 他要制作要写剧本 应该也是同样的问题 好 下次可以照顾他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 荷叶一张水 200cc 是吗 刚才老师开始做料理 很有疑问 我在想说这是什么 是我们的荷叶 我们有泡水下去蒸 荷叶先泡水 然后再把它蒸过 买来是干的 荷叶买来就这个颜色吗 你现在买干的 它干的就有点类似 生卡的 像我们的藏荷一样 对 种子叶一样 对 懂了 那这个要什么 我们就泡水泡一段时间 就蒸起来 穿起来 稍微滤滤的 它有正反面 我们稍微滤滤的 它是一片大片 所以我把它切成这样 它是几分之几 你一片把它切成 大概八分之一 我这样一块是八分之一 对 大概是它的八分之一 对 要怎样处理就麻烦 这边原糯米 这个是糯米 对 原糯米 我们做甜的 所以我会建议用原糯米 它粘成要够 如果做鹼的 我就建议用鹼粒 鹼粒 鹼粒 这个呢 这个百合 百合也有搭的 但是 搭的通常我们要处理好 百合不搭的 它会酸不酸 吃起来会有酸味 会有酸味 味颜色坏掉了 不是喔 还要啄水走过 不是 因为我买干的 回来泡水 真的喔 洗干净 要不然它会有一个酸色的味道 那这个是湿的吧 新鲜的 这个新鲜交贵 新鲜的百合去哪里买 我都没看过 是 现在都有 真的吗 但是有一些卖素料行 有的时候会这样一颗一颗的 对 报告老师 请问买不到新鲜用干的 怎么处理酸味 对 干的我们就是一样 我们来帮妈咪来解决的问题 我们就是回来给它泡热水 泡热水 对 大概要蒸的话 可以缩软它的时间 然后泡热水 大概泡个大概半天 它完全都开了 因为我们的时间就慢慢给它泡 泡开了给它洗干净 然后让它 可以的话让它去走水走干净 它那个酸度就没有了 那就不会酸了就可以了 对 我一直以为它坏了 对 它这个酸色味道就是有 没有看我太好 因为煮东西就笨了 好 这个呢 还有呢 有莲子 我看到这个莲子我头就痛了 那个莲子也是要蒸 我真的不会弄莲子的东西 你家听说很多 很多 老公每次回来就带一堆回来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干的 我们去干的那个 南北拔货 我是干的 对 那个回来要也是泡水下去蒸 要泡多久 我们就大概给它淹过水面 然后连同水 像你蒸 蒸半个钟头 出来就可以变这样 那通常其实你像这个 我们心里已经拔过 所以它不会泡 我曾经有煮过这个莲子的 结果是怎样 煮不烂 为什么 不懂 它为什么煮不烂 你是煮 对啊 因为我就是用水 然后可能就是没泡吧 晨晨姐 你直接可能是干的下去 直接就水下去煮 对 那可能会炸成它的那个 人家说这个 鱿子 鱿子 对 鱿子 对 说鱿子 我就听不懂 听不懂 等于是它把它缩出了 它没办法再膨胀 它没有在那个 永远在发起来的空间 它直接就缩起来 没有发起来的空间 所以不行 而且它也有季节性 它季节性在 大概是在过零的那段时间 它的季节性 那莲子自然时非常不好 会 就是所谓它那个鱿子 我们说吹不烂 它这个几率非常大 真的 所以是什么时间采收干燥的 它会影响到它 它会不会发得起来是不是 对 还有枸杞 枸杞 枸杞 它也是一定要放在这里面的吗 对 这边我们就是养生的 对 我们家还有这个龙眼干 也是很难处理 因为龙眼干 怎么会呢 不是 因为朋友送我龙眼干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吃 他直接吃就太甜 然后你说要冲泡 现在夏天又那么热 我怎么可能喝热的 很感觉上 然后他说那你就用去煮一些东西 我又不太懂煮的东西 对 我现在又那么忙 那个现在这么忙 对 所以今天要教他这么忙 怎么办 对 好 我们教他解采 用最忙的时间 然后用最简单的方法 好 我们今天都没有加任何调味料 OK 然后都是纯粹 有龙眼干的甜 然后枸杞的甜 还有香蕉的味道 对 我一直 一个玩意 在跟香蕉到底要干嘛 它等一下我们要和成泥 那这个 我们圆糯米的话 和成泥 香蕉泥 对 泡水泡两个钟头 再下去蒸 然后等一下它泥汁会好一点 要准备一锅水 把我们这些材料煮开 OK 然后这个米的部分 我们已经有下去蒸了 把它蒸熟了 对 那我们现在处理这个 我们要拌的那个 龙眼干这边 你放了多少龙眼干 它是 我这边大概10公克 10公克一小碗 就可以煮出这么大一锅 对 它会膨胀 听说吃龙眼干有安神作用 尤其龙眼泡茶是不是 对 跟市长 哪含色胺酸 晚上如果说我们用这样子来 像它可不可以煮一点 龙眼干 枸杞茶这样喝一喝 可以 枸杞也对眼睛好 用冲泡的也可以放热水瓶 那个保温瓶里面泡 这样不是很简单 怎样有这么简单 不知道 早就可以做 对 就可以做 可以做灰 有时候做灰汤 因为我们两个都那么忙 对 她要做花 我要演戏 所以我们最好就是原来可以 放保温瓶装的加下去 这两个放保温瓶装热水 好 那我材料都加下去了 好 了解了 它那个水要加很多吗 好吃 水 我真的让它一直浓缩 一直让它滚到浓缩 对 因为我们越滚的话 让它浓稠度越高的话 等一下拌起来放会更香浓 所以这个是什么作用 这个就是要包起来 除了要香蕉的味道 也要荷叶的味道 对 好浪漫 所以这个你真的好好寻寻 下次我先回来 你说我给你 我帮你做一个安神料理 安神点心 我这边要把它浓缩 浓缩就是让它尽量滚到浓缩 让它就是比较 酱汁比较浓厚一点 我们下去拌盘 就跟油饭一拌回来 把那些原汁都已经有出来了 对 等一下就请来宾来帮我们换那个 我先 好 那我现在要帮忙你问个问题 像我也是我自己问 那个像我们这么简单就是把龙眼干 跟枸杞这样冲开水这样喝 那像这个天气那么热的话 就会不会上乎 那当然量不能太多 那你是白天喝还是晚上喝 不知道 对 因为喝的时间 就是不知道 你觉得是晚上喝还是白天喝 应该是晚上喝 晚上不要喝太甜的东西 因为血糖会上升 那血糖升升降降降的 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品质 这样子 所以甜食不要放到晚上 哎呀 糟糕 晚上特别的吃甜食 那你可以吃香蕉 香蕉是摄氨酸的 说实在的 香蕉是我最不喜欢吃这个水果的 结果香蕉是 没有想到香蕉听说是最好 香蕉摄氨酸 以前人家说睡不着喝一杯牛奶 其实我们不太建议喝牛奶 我们建议吃一根香蕉 真的吗 晚上睡不着吃一根香蕉 香蕉有氨神的作用 它含色氨酸很多 可是老师我请教一个问题 香蕉以前有人说吃了香蕉 譬如说你的骨质不好或是什么 吃香蕉会伤到不是吗 很多人这样说 但是众议师他们说没有这个理论 也找不到这个理论 吃香蕉是很好的东西 而且老人家容易便秘 吃香蕉它排便也很脆 这方面我老师OK 最主要它很色氨酸 所以你睡觉睡不好 晚上你很累吃一根香蕉 可是老师那我又有一个问题 我这个人是白天都不吃东西的 到后来一天只是喝一杯咖啡 一杯茶 然后我的晚餐就很重视 所以我的晚餐吃了很多 但是我不吃宵夜 所以我就变成一天吃这么一餐 这么一餐的话 如果说晚上睡觉 我再吃两根香蕉可以吗 你这样子很容易胖 很多人减重的人就是只吃一餐 目前60公斤也不胜不胜 最糟糕是那一餐竟然集中在晚上 因为晚上我们的新陈代谢又是最差 真的吗 所以应该把热量平均在三餐 如果说你真的很忙 你至少早餐午餐要多吃点 晚餐要尽量把它减少 我曾经试过 对 可是结果更惨 为什么 因为我只要是早餐吃了 中餐吃更多 晚上更可怕 为什么会更多 会开了 对 所以我很害怕 所以我就不吃早餐不吃中餐 晚上就很可怕 可是你的身体已经习惯了这样 可是我身体各方面都好OK 你的血脂膀高吗 酸酸肝油脂 对 都很正常 他已经习惯了这样子 都非常正常 坐席这样子 可能他已经习惯了 可是你的睡眠有没有问题 睡眠比较糟糕 就是睡缘 所以我今天才会来请教睡眠 我会吃镇静剂睡觉的 是 已经要吃镇静剂才能睡 已经上瘾了 每天吃吗 没有 就是严重的时候 我真的睡不着的时候 比如说我明天要上课 我今天睡不着 那样会怎样 那样不会怎么样 不要养成吃药的习惯 也不会怎样 偶而来一下不然 我30、10年差不多都是保持这样子 偶而 对 你真的睡不着 我们要先赶快把它来 处理 包一包 整理整理 我们等一下OK 我妈妈再来 香蕉 我们请来宾帮我们捣成泥状好了 好 捣成泥 直接就把它 用手来捏 捏成香蕉 那这样子香蕉很熟的时候 正好可以来处理 做这样的事情 对啊 你如果太深的话 也没办法捣成泥状太硬 应该是如果说用那个捣那个 那个泥状 捣掉了 来 这里还没 真是超高的 我拿L的 L的 L的 我觉得可以 你是女人生的大丈夫像嘛 对 不是 如果真的没办法捣成泥状 就是直接这样胎 对 因为这个好像这样子这样拍是会比较细 对 其实会有一些颗粒 不像那个什么马铃薯很容易 对 是这样吗 你这样可以弄得下去吗 是这样子拍吗 就直接往下 直接往下 滷喔 给它这样子一直压下去喔 对 这有点像我在倒我们家的土 很细腻 是不是就要变成这样啊 对啊 是这样子喔 对啊 那你要全部弄吗 好 这边下去 我真的拿了饭 我们也差不多该拿起来 只有一根香蕉就够了吗 对 要它的味道 对 它是提味 它不是属于比较有淀粉跟甜度的水果 香蕉它本身是烫性淀粉 大家注意一听 烫性淀粉吃下去有饱足感 它不会马上让你的身体脂肪会增加 反而是要让你的身体的消化变慢 然后你的脂肪会在你身体会氧化掉 香蕉是抗性淀粉 所以晚上吃不用担心 对 有饱足感又不会变胖 好 等一下就买它一串椒 对 但是不要买太多 所以吃多少买多少 甜食的糯米饭 对啊 这个所以难怪你说要把汤汁浓缩 我都填沙长了 没关系 填沙长好 不可以这样 你要保护你的手手 因为你的手手是要做创作用的 它们拌的动作就很勉强 你看看 这它完全把就完了 你现在完全是在做黏土 对啊 你说它凝巧它不是在办食物 它是办黏土 怎么那么了解我 你看它现在在想说 等一下这个要做什么 你看老朋友就是做的 老朋友啊 等一下我们要开始把它塑成什么形状呢 好 我不知道 老师 老师 等一下我们把它塑成什么形状 你说吗 你想塑成什么形状 因为没铁丝嘛 有铁丝的话 搞不好可以塑成一个 类似花的糯米花 好 好 你要包条状的还是颗粒状的 还是圆形的 圆形 很难包 你怎么碰到我要这么开心 对啊 我碰到你就很开心 我们包圆筒状的好了 圆筒状 对 好 圆筒状 最简单的 我们就外面那边像我们自己 这个像我们自己 这边 好 我们搅一点 大概一口 一人吃一口 这么少 一口的大小 这样太小碗了 吃不饭了 就这样咬一口 这个挂起来很大挂 用手提 用手提 你小心一点 你等一下包不起来 我用这个给你看 好 好 到夕你 包不起来 两边 两边要过来 要的长度 包起来像小粽子一样 对 小枕头 对 这样就好了 你看还好 那我不能带这个了 对 这个弄湿了 对 好 等一下我们就下去蒸 拿盘子 你看它很能干 因为它就是那个手你看 这样子弄 很联巧 它真的是在做粘度 对 它在做作品 其实这个已经可以吃了 对 你又要偷吃了 当然真的话 就多了一个荷叶的味道 对 荷叶香味 对 它有香蕉的香气 浓眼干 真的 对 然后你看 百荷叶不错帮助助眠 对 百荷叶可以助眠 我没有包帮你吃完 没有 我这是要让你吃的 我先吃一个没有荷叶的 等一下你就吃了 味道 不过我们等一下再吃 如果味道等了一点 我们等一下 不会 趁我说再来整一点吃 不会 好好吃 对 我觉得很好吃 没有 没有吃过这种的 对 那个香蕉香气 那现在你在包 然后我就要请教秀梅老师 刚刚那个常志说 百合 莲子 这些对于助眠都有帮助 为什么 对 我们说我们要能够睡眠品质好 需要色胺酸 色胺酸 那我们有12种必须胺脂球胺 那如果晚上蛋白质 晚餐蛋白质吃太多 那是弱胺酸 它会影响到色胺酸 所以它在我们脑会 形成一个血清素 让我们有助眠的效果 所以重点就是晚上 不要吃太多蛋白质 好 记得 晚上蛋白质不要吃太多 然后色胺酸可以 所以也有老人家晚上来 玩莲子百合汤 对 它就是含色胺酸 又有助眠的效果 又有B群 又有B群 B群有安定神经的效果 可是B群不是晚上吃的会 不是我们早上吃一个B群 可以帮我们提神增强挺病吗 对 它是安定神经 有镇定的效果 它B群也有镇定效果 安神作用 其实它白天也多吃一点 有B群的东西 也会让它比较 不会那么亢奋吧 我们说有一种压力 会影响你的内分泌 内分泌会影响到 血清素的不足 所以应该要改变一个 思考的习惯 改变思考蛋白质 为什么 它早上四点半就起床 八点半晚上就睡觉了 是 它是一个编剧 它可以做得到这样的改变 它在北京 它说白天安静 晚上比较早 晚上所以它干脆睡觉 白天它反而去想想基本 它早上四点半就起床了 我就没办法配合它的时间了 它在北京 北京反而是白天早上 可以安安静这个思考 对 那边的环境 所以环境是可以让人改变它的生活 可是我现在住的环境不行 你不能搬到北京 不行 我去那边会发疯 好 那就是说 如果说暂时我们调整不了 我们的思考模式的话 就借用一点正常的食物 对 让自己安定 那你现在改吃香蕉看看 好 睡觉之前吃香蕉 吃香蕉 刚刚讲了它是看新店的 今天真的晚上就好好来吃两根 要吃到两根了 两根 这个我们把现在整 这个叫做生活不正常 饮食不正常 思考时间不正常 我常常怀疑说 大家都早起早睡了 过了很安定的生活 那不一定说寿命很长 也不一定都检查出来生命很长 其实这有的时候是 其实这个是怎么回事 有什么回事 这种就是要算作是归在异类 对 但是你变成是日夜颠倒 做血有点乱 就像那个自立神经失调 我们自立神经有两套系统 一个交感神经 一个副交感神经 交感神经 今天就是白天要 就是你出门要踩油门的 副交感就是你累了 开始要踩刹车的 可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日夜颠倒 白天睡觉 晚上就是夜猫子 您的像有的工作的关系 那你就是日夜颠倒 也要做一个适度的调配 可是OK 如果说因为工作需求 生活形态需求 那么你必须是 跟医生讲的不一样的话 那我们就让它也规律 对 好 那我们现在就等着来吃它 对 差不多整个八分钟 OK 好 好 香蕉养生饭 做法是将原若米同煮饭的方式煮熟 芭蕉倒成泥状 荷叶事先泡水 蒸一个小时之后 再冲水洗干净 切成三角形备用 取200cc的水加入百合 龙眼肉 莲子煮滚 至龙眼肉发开成为酱汁 将若米饭加上煮开的酱汁拌匀之后 再加入芭蕉泥 混合均匀成为馅料 将馅料包置在荷叶中间 包成圆筒状 再蒸十分钟就可以了 开了 我们也要开吧 开了 不开可以吃吗 你是要直接 连荷叶一起 你要荷叶吃吗 我建议还是把它开得比较好吃 原来荷叶是做装吃一吃的 荷叶的香味 荷叶包起来这样吃恐怕 所以这个跟 这是我包得好 有点乱 不错吃 比刚才更 味道更柔顺 对 刚刚那个香蕉味比较容易 那你这个 那现在就把它 溫放进去 它这样子是不是可以 这样子包的话 就可以当主食吃了 也可以 因为它毕竟是糯米 因为它有糯米 对 你当甜食吃好像有点饱 而且我们要安眠的效果 要有复合性的碳水化物 糯米就是这样 然后碳水化物加上香蕉 你把它化融点睛的效果 而且它糯米不多 所以就比较不会让你 不消化 它用原若米又有黏性 好好 桂圆的甜 所以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 都了解了 有这么多的食材是可以助眠 但是真正要让自己睡得好 是马珊珊老师没问题 她就保持这样了 对不对 当然我这个是比较特例的 当然希望朋友都是要归为 比较正常的 对 我是已经没有办法 是从以前做摩托朗秀的时候 就开始不正常 就是这样 不正常下来到正常 你已经不正常到正常了 对 对 但是现在因为很多年轻人 还有切记在这个睡眠之前 不要玩电玩 对 你不要喝一些兴奋性的饮料 兴奋性的饮料 可乐 汽水 可乐 汽水 咖啡茶 咖啡茶 风味茶可以吗 咖啡茶 咖啡跟茶 咖啡茶可以 一般是绿茶是在早上喝 如果你到晚上喝 会影响你的睡眠 她就喝红茶或土耳茶 比较不会影响睡眠 我讨厌喝土耳茶 其实最好就算了 别喝 对不对 喝开水 对 大家就记得了 点点滴滴 还有一种就是生理状况 身体有一些毛病 也会影响到睡眠 那就要去做健康检查了 那是真的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我们下期见 去眼儿 咖啡茶 咖啡茶 好 喜欢 咖啥 台üz 声 咖啡